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三,3月10号 今天我主要想谈几样事情 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于CDC 说了就是打了疫苗的人 有一些东西改变了 但是我看现在画面的很多中文媒体 有些东西可能有些误会 反而造成了一些不大好的影响 所以我想把这个东西具体的和大家解释一下 在说之前我要声明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关于我昨天的视频 昨天的那个视频我最主要想告诉大家 不要传那些谣言 当然了可能在用词上面不大恰当 有些人提出就是我好像在攻击所有的自媒体 只说我自己是对的 其实我没有攻击所有的自媒体 可能我用词不当 在此我先向大家表示道歉 我的意思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 作为一个自媒体 因为我也是自媒体 并不是谁派我来说的 我自己说的 作为一个自媒体 在说任何东西之前 最好是求证一下 到底是不是事实 然后再告诉大家 如果是你自己的猜测 或者说你自己的推断 那么你应该要知道 你有没有做出这个推断的能力 然后再告诉大家 如果举个例子 像我 我是学药物的 我就 如果我去说一个天体科学的一个推断 那么我就不够资格 我的得罪接论往往可能是错误的 那么有些时候 我就要去求证或者去问一下 这方面 有知识的人 然后再得出结论 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 作为一个自媒体 这样子才能对大家负责 对大众负责 因为当然了 这个不是一个定律 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考量 所以对我昨天的口误 我对大家先表示道歉 第二我想说说 什么是谣传 什么是一种科学的怀疑 举两件例子吧 第一件例子 我就说说 最近传了很多的 就是有一位华裔的妇女 就在打了疫苗七天以后 血小板减少症 就住了医院 现在已经出院了 这件事情就发生我们的弯曲 这件事情我是查证过的 确实是有这件事情 确实只有这个人 而且他们的家人也和我联系过 对于他的治疗方案 我就不置评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里面有很多东西 我不方便说 我不方便说 但是他是自救 自我保护的一个东西 是完全正确的 我是非常欣赏的 其实他这个情况 在一个月之前 我已经说视频 警告过大家了 待会我就在这个上方 在这个右上角 我会给大家一个连接 你们去可以看看我这个视频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到底大家应该怎么做 他说的他是他自己 其实我那个视频 已经广泛到 包括大家 有些东西 你们自己可能要小心一点点 这个呢 就是 到底这个情况 到底是和疫苗有没有关系 现在无法确定 但是这个是个非常合理的怀疑 因为他是打了疫苗之后 七天产生的 这是个合理的怀疑 确定 当然需要专家们的去确定 但是在当前 这种东西 就是一种叫合理怀疑 这是正确的 我们作为医学研究上面 也是一定要抱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然后呢 再去想尽一切办法去求证 到底是对还是错 这种怀疑 什么是谣传 谣传就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 乱说一气的 天马行空 就说一句 把这次所有人吓坏了 那么就赚了点流量 这种东西要谣言 举个例子说吧 一个月之前 网络上就有一个谣言 说某个地方有两个华人老医生 打了两针疫苗之后 无效 还是得了新冠 死了 我就马上和当地的医生朋友们去联系 我看看是不是真的事情 求证家里这件事情完全是假的 这两位医生还来不及打疫苗 已经感染了新冠 然后搏斗了一个月 还不信国师了 我们当然是非常难过的 可是有些人用这种事情去 乱说一气 这就是对 这两位医生的不负责论 这就是谣传 这就是我们大家要说清楚的 好 那么接下去 我就说的就是进入这个主题 那么就是今天新冠疫苗和口罩 口罩 从疫情开始到现在 一直是一个主要的话题 现在这个话题又变成了一个新的了 就是呢 我们打了新冠疫苗之后 口罩是不是可以摘下来了 还是我们继续要用口罩 那么CDC呢 在3月9号 就是昨天更新了他们的指引 过去的指引呢 就是说 你哪怕打了疫苗 也是和别人一模一样 别人该怎么做 你应该怎么样做 你不能放松 可是昨天呢 他把这个条例呢 改了一改 改了一改 有些改变 有些东西还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有些人呢 就是没看全 就马上就说呢 就是啊 CDC把这个东西完全改掉了 要把这个东西看清楚 怎么会是尽 我特意把这个全部发音成中文 大家容易看一看 CDC的新指引是这样子的 第一 他一定要确定你是打了全剂量的接种疫苗 全剂量的 不是像 辉瑞和莫德纳 你一定要打完两针 辉瑞和莫德纳 你一定要打了两针之后 要等14天 就是等两周 那么你才说 接种了全剂量的接种疫苗 如果你只打了一针 或者刚打完第二针 你还不属于全剂量接种疫苗了 第二 强生 他只是 一针的 他们也是打了这个一针之后 两周左右 你是 算是打了全疫 在这之前不算 这个定义 大家要搞清楚了 那么哪些改变了呢 就是如果说你和另外一个 你知道也是全剂量接种疫苗的人 举个例子说 你家的亲戚 你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 他也打了 我也打了 也是打了 全部打好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在室内共处的时候 或者说你去他们家坐坐的时候 或者说在一些地方聚会的时候 你是可以不用戴口罩的 可是要确定 对方一定要是全剂量的 或者说你与家里的其他没有接种疫苗的家庭成员 家庭成员就是说 你对对方知根知底的 大家非常清楚这个情况的 而且你要确定对方不是COVID的重症患者 举个例子 如果对方是没打疫苗 但是又有高血 又有糖尿病 又有肥胖的话 对不起 你还是不能不戴口罩 你还是要戴口罩 记住了 这个很明显的了 第三个不同呢 就是说如果说 你身边举个例子 你有个同事或者有个朋友感染了新冠 那么呢 你就过去就是 你如果是接触了这个人 到一定程度 你就要做一个核酸测试 现在说不需要了 除非你也出现了症状 也出现了症状 这个时候你才需要做核酸测试 这三点是改变了 哪几天没改变 哪几天没改变 就是说 你如果在公共场所 或者说和不熟悉的多个家庭未接种人 或者是探望一些高风险的人群 就是高风险人群 你仍然需要戴口罩 保持距离 你仍然需要避免那种大型的聚会 旅游之类 你还是要小心 如果有症状的话 你还是需要检测 这些都没变 如果你在一个工作单位 举个例子说 我在医院工作 医院要求戴口罩 那么你还是需要戴口罩 你不能说 我打了疫苗了 我不戴了 这不行 这就是变了和不变 两个方面 那么现在我们对这个疫苗 到底有了解多少 我们也现在知道 这个改变最主要是 现在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数据 显示我们的疫苗 可以有效的预防重症和死亡 我们也知道 也有助于防止那个传播 但是我们还不知道 这个疫苗到底能维持多长时间 还有是对那些变异的病毒 有多少的保护作用 我们还不知道 那么这些东西的 它数据到底什么地方来的呢 是不是CDC空口说白话呢 其实是有数据的 我归拢了一下 有这么几个数据 最主要的 我们就要说的就是说 那么如果你打了疫苗之后 你会不会得到无症状者 因为有症状大家很明显 你马上去做测试了 可最怕的就是无症状者 你在不知不觉中 就把那个病毒传给了别人 也就是说你感染了病毒之后 你本来是可能会变成重症 可能是要住院 可是现在你马上变成一个无症状者 那么你自我保护不好的话 你就可能把这个病毒给传给别人 这个要和疫苗的发展有关系 因为疫苗去年三月份四月份 刚刚开始研发的时候 WHO的目标是什么 WHO的目标是生产出疫苗 这个疫苗可以有效的预防重症和死亡 就是把这个新冠变成一种普通感冒 这是他们的目标 所以所有的疫苗都是冲着这个方向去的 他们的临床报告也是针对这个的 所以你往往就看到像 惠瑞亚莫德纳的那个 出来的三期临床测试的报告 都在说我们能降低 有效性的降低 有症状的患者是百分之一多少 所以说你想汇率的95%有效率是什么 就是说我可以减少有症状的新冠 减少95% 它里面没有研究无症状者 莫德纳也是 Johnson开始有数据了 那么现在我告诉大家怎么数据 第一 英国做了一次SERN study 这个study是 专门是针对于一些 医护工作者 他们的医护工作者里面 他全部都用核酸测试 不按照症状 全部用核酸测试 有症状无症状全部都在里面 他打了第一针之后 21天有效性是70% 第二针有效性85% 那么也就是说 对无症状者来说 他特别列出来减少了4倍 相对来说的话 他们就觉得就是他们 对无症状的有效率 大概是在80%到70%到80%左右 就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以色列同样也做了一个报告 以色列大会 他们发现减少了所有的案例 有症状无症状减少了 89.4% 有症状者的93.7% 那么他们也得出来对无症状的有效率 大概也是在70%到80%之间 为什么我说之间呢 因为他们没有像英国一样 每一个人都做核酸测试 他们只能根据这个数据 做个推断 他们说绝对对无症状者是有帮助 但是无法达到百分之九十几的那个高度 Voderna也是一样 他们做了无症状者的测试 14000多里面有14个无症状者 14000多的对照处里面有38个 所以他减少无症状者 他减少了63% 强生疫苗在370刚刚的时候 也检查过了 在注射了疫苗之后 29天减少无症状者 减少了74% 这是他上期临床的 待会这些报告我全部都会放在下面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 我也不是信口开河 因为我全部都看了那些东西 牛津阿斯利康疫苗 前两天我刚刚分析过 他们减少无症状者 减少了59% 所以说综合于这些数据来看的话 特别是美国的那个三个疫苗来看的话 大家不难看出 基本上70%的机会 你可以完全抵挡住这个病毒 但是不是100% 所以你说你还是有机会变成无症状者 还是有机会把这个病毒带给家人 只是这个机会几率大大减少 所以说CDC就是有这么规定 就是说除非对方是一个重症高风险人 其他的呢你可以不用太担心 因为你传染给他们的机会不高 如此而已 这是他们想说的 这是想说的 另外呢他们也在说的就是 你如果有了症状的时候 你还是需要检测 因为他对于无症状的帮助 大概70%左右 那么你还是有机会出现症状 只是你会出现的是轻症 轻度的症状 如此而已 好 那么总结一下 到底是哪些问题 经常大家问的 接种疫苗之后需不需要隔离 我们的疫苗 惠瑞的 Moderna的和Johnson Johnson的 都不是从病毒上面 直接变化过来的 所以说在疫苗里面没有任何病毒 由于它没有任何病毒的话 你接种了疫苗之后 你根本就不可能被感染 因为你不可能被感染 所以说 你也不可能把病毒传给别人 你有可能把病毒传给别人 只有一个可能性 并不是疫苗引起的 而是你接触了传染源 就是你接触了另外一个新冠患者 那你才有可能在体内有病毒 这也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说你打了疫苗之后 你自我的防护 出去之后回到家的自我防护 还是要做 但是你不是因为接触了疫苗 而需要隔离 这个是不对的 不需要 那么接种疫苗后 我还会被感染新冠吗 就刚才我已经说了 你会的 因为一个疫苗最主要的 只是为了减少重症和死亡 现在的目标 当然将来的疫苗 再进一步的研究 也许可以找出一个疫苗 可以完全杜绝感染新冠 这是有可能 可是现阶段 我们的目标是减少重症和死亡 所以你被感染的机会还是有 只是根据刚才的数据 少了很多 机会少了很多 那么接种疫苗后 如果很不幸被感染了 会传染给别人吗 现在不清楚 但是从于过去 无症状者的研究来看的话 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所以说如果你出现了症状 核酸测试是阳性的话 那么对不起 你还是需要隔离 一直到 现在CDC规定好像要隔离10天 然后你才可以正常的和别人接触 是这么回事 那么还有个问题 是大家说我接种了疫苗之后 没有任何服作用 就感觉一点感觉都没有 那么是不是疫苗无效呢 这倒也不是 CDC FDA也说了 就是说你打了疫苗之后 不一定需要马上去测试 那个抗体看看自己 因为每个人对疫苗的反应不一样 有些人反应 疫苗的反应 抗体反应非常强烈 一下子就出来了 有些人可能要过几天才产生 因为它又过几天分开来了 所以它这个症状很不明显 副作用很不明显 这也是有可能的 那么如果说你一定要 一定想做一个抗体测试 那么你和自己的医生去交流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做一个抗体测试 但是不要打了疫苗之后马上做 有些人说我打了第二针之后 第二天就去做 那不要 就像刚才是说了 你全剂量接种是打了 全部打完之后 不管一针和两针全部打完之后 要等14天之后再去测量 那个时候才能撤少抗体 就是这个样子 好了 那么今天就把那个CDC的指引 我大致和大家说了 那么到底是不是听他们的 这是你的选择 我只是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 我还是觉得我们在现阶段疫情 还是不能说很严重 但是疫情还在的情况之下的话 多做一点比少做一点好 如果说你不想去聚会 我千万不要去 因为这个而去出去聚会 如果你不想出去 在餐厅里面吃东西 因为怕感染的话 还是不要去 我就还是这样子 我还是像过去一样的要求自己 因为我家里还有人没打过疫苗 所以说听消息之后 该怎么样接受 该怎么样理解 该怎么样的 这是你们的权利 我的义务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告诉大家 把东西说清楚了 让大家有一个叫educational decision 就是说你们要有一个基础的知识 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 为自己做决定 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 因为我绝对不会强批你们 去接受我的想法和我的意见 好 谢谢大家 那么祝大家都健康 希望大家能够很快的达到各种疫苗 因为现在的疫苗速度确实很快 我这段时间也会挺忙的 因为疫苗站每天基本上我都要在那边忙 估计要忙几个月时间 我接下去来做这个视频呢 可能有点断断续续了 因为我现在基本上是在中午吃饭的时间和大家谈一谈 那么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下面提问 我都尽量的回答大家所有的问题 谢谢